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半导体产业2023年剧烈修正,随着产业链库存区画,逐步回归健康水位。 2024年,产业景气渴望回温,包括个人电脑与智慧型手机市场需求复苏,人工智慧AI应用快速成长将是主要驱动力。 半导体产业,2023年,面临产业链库存水位过高,地缘紧张情势升高,高通膨与高利率,以及中国经济不振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全球半导体营收下滑11%,其中,存储器营收减少37.5%,降幅创下新高。 随着产业链库存,逐步恢复至健康水位,个人电脑及智慧型手机市场需求回升,严调机构与半导体厂普遍预期。 2024年,半导体产业景气渴望回温,营收将成长二位数百分比水准。 不过,因总体经济和地缘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存在,各机构对今年成长力道预期不同调。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预估。 2024年,半导体营收将成长约13.1%,国际数据资讯,IDC乐观预期,半导体销售渴望成长20%。 两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与联电对于2024年晶圆代工业成长预估也有明显差异。 台积电乐观预期晶圆代工业渴望成长20%,联电预估晶圆代工业将成长近10%,展望相对保守。 至于半导体两大应用市场个人电脑和智慧型手机,今年将同步回升,但市场认为温和成长。 IDC预估 2024年,个人电脑出货量将仅增加3.4%,手机晶片龙头厂联发科预估。 2024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增加1%至3%。 各界对于AI发展高度期待,AI晶片龙头厂挥达受贿,AI处理器热买功不应求。 2023年,营收激增56.4%,首度跃居全球第五大半导体厂, 仅次于英特尔、三星、高通及博通。 AI训练和推理所需的运算量不断增加,加上AI功能逐步导入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智慧型手机。 带动相关产品升级需求,AI商机自云端伺服器扩级边缘个人装置,包括超微、AMD、英特尔、高通和联发科争抢相关商机。 AI需要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 台积电2024年受贿,AI相关的旺盛需求。 美元营收渴望成长21%至26%,将创新高,表现将优于晶圆代工业水准。 台积电看好,AI不仅是今年营运创高的主要动能,并预期相关营收贡献,渴望逐年成长50%水准。 估计五年后,所占营收比重,有机会达17%至19%。 联发科也看好,AI将无所不在,是中长期成长动能。 综合各半导体厂看法,AI将会是驱动半导体产业成长的重要动能。 据海外知情人士爆料,汇达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业务部门,专为云端运算公司、科技巨头等设计客制化晶片, 包括先进的人工智慧、AI处理器、汽车晶片、游戏机晶片等。 客制化晶片可以实现更高的能效,从而节约成本。 目前,汇达占据全球80%的高阶BI晶片市场,由于人工智慧的火热, 其股票市值在2023年增长超过两倍。 2024年,其市值达到1.73兆美元。 微软、OpenAI、Meta等公司竞相采购汇达高阶BI晶片, 以寻求在快速增长的AI领域保持竞争力。 当前汇达A100、H100、H200等最先进AIGPU公布应求。 消息人士称,汇达正试图参与到大型科技巨头开发客制化晶片的流程中。 此前博通、美满电子、Marvel等竞争对手,已经帮助客户开发客制化晶片。 知情人士还表示,汇达高管已经会见了亚马逊、微软、谷歌和OpenAI公司的代表, 讨论客制化晶片事项。 除了数据中心用晶片,汇达还瞄准电信、汽车和视频游戏客户。 风险投资公司Eclipse Ventures合伙人Greg Reichel表示, 如果你真的想优化功耗等方面,或者优化应用成本, 那么就不可能采用H100或A100晶片。 据悉,在2022年,汇达曾表示,将允许第三方客户将汇达的部分专有网络技术 集成到客户自己的晶片当中。 在此之后,汇达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根据研究公司650 Group预测, 数据中心晶片客制化市场规模2024年将增长至100亿美元, 到2025年将翻一番。 研究机构Nidon分析师Charles Sherr表示, 2023年全年,更广泛的客制化晶片市场规模约为300亿美元, 约占全球半导体市场总销售额的近5%。 目前,数据中心客制化晶片市场由博通、美满电子主导, 预计汇达的加入将蚕食这两家公司的市场。 如汇达开展此类业务,将为客户提供晶片IP和技术, 而客制化晶片的具体制造、封装等步骤将由台积电等负责。 研究机构Semi Analysis创始人表示, 博通客制化晶片业务规模达100亿美元, 美满电子规模达20亿美元, 汇达的参与确实是一个威胁。 除了AI晶片,消息人士还透露, 汇达还与电信设备公司爱立信商谈, 包括GPU技术的合作, 爱立信拒绝发表评论。 此外,汇达还将参与汽车晶片、 游戏主机晶片客制化市场, 二者具有7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规模。 业界期待,任天堂将于2024年推出新款Switch游戏掌机, 预计将搭载全新的辉达客制化晶片。 近日,据台湾经济日报消息, 台积电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订单满手之际, 大客户AMD冲刺电脑中央处理器CPU本业, 今年将推出研发代号Mirvana的3.5全新架部平台, 强化AI终端应用布局, 涵盖桌机、笔电与伺服器等领域, 让台积电先进制程再迎来大单。 台积电向来不对单一客户与订单动态制评。 法人指出, AMD今年在PC、伺服器新品, 以及现有高速运算HPC晶片出货持续畅往带动下, 对台积电下单量只增不减, 主要在3、4、5奈米制程, 进一步拉升台积电接单动能。 此外,台积电为应对苹果、 徽达、超微等大客户几年内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大订单, 今年全力扩展三代米系列及先进封装产能, 先进封装涵盖CoOS、SOIC等, 台积电中科、南科及竹南先进封装厂 都有望式扩产主要厂区。 台积电说明会预告, 今年资本支出落在280亿至320亿美元, 70%至80%将投入先进制程, 另10%至20%特殊制程, 其余10%先进封装、测试及光照制作等。 台积电董事会以核准资本支出预算案94.21亿美元, 将近全年资本支出预算三分之一。 法人预期,台积电之前订购先进制程设备, 今年陆续交货,加上产能扩展设备需求, 成为台积电第一季大量资本支出的关键。 摩根式单力证券在农历年假期间发表报告指出, 台积电今年人工智慧AI半导体占总营收比重将提高到15%, 且在整体AI供应链具备战略价值,将是AI半导体的长线赢家, 有助于股价重新评价。 大摩对台积电重申优于大盘的平等, 并将目标价从698元调升至758元新台币, 居外资第三高,仅次于摩根大通证券的770元, 美银及高盛证券的760元。 OpenAI执行厂奥特曼Sam Ottman希望在全球半导体业, 投资数兆美元。 大摩认为,台积电拥有领先的代工服务、 技术领导地位及有力的成本结构, 与英特尔晶圆代工服务、EIFS等同业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大摩认为,台积电的股价已反应利空, 但表现落后同业,有望从目前价位起涨。 大摩统计,在过去一周,台股因农历年价修饰时, 台积电ADR上涨10%,台积电的主要客户 会达上涨4%,纳斯达克指数则涨2%。 大摩认为,台积电可能对主要客户涨价10%, 已转嫁美国厂的较高成本, 且以下单十多台及紫外光EUV曝光机设备, 显示2025年及2026年的3纳米需求强劲。 大摩初估台积电2026年的营收, 渴望成长15%,2024年及2025年营收都预估成长于20%, 因此,调高目标价约9%以反应强劲的成长动能。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